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最后呢就说人没致辞 领奖的时候没有致辞 不是说有个外国人跪着半选 那是他在一个学院发表了一个演讲 人家这个当时从这个什么瑞典国王吧 还是谁啊手里接过来这个奖 当时并没有这个致辞 但是咱们国家的这些个小编们 哎 中国的很多写手这是什么心理 我看这个光明日报还批评呢 就是说无数的什么马云雨露啊 无数的这个图悠悠这个获奖致辞啊 就说文化浅薄庸俗无聊 是吧 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这样被掩盖了 我倒不怎么看 我也不怎么看 这修老师你说说 我觉得活生生把图悠悠那个什么奖啊 变成了文学奖 中国就是文学大国 你看人家莫言不去讲他 对不对 之前有人 你看中国现在得奖最多的是文学 人家医学奖 可是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创作热情 借他的这个符号啊 这个中国文学掀起了性高潮 那他假如你说所有事情 因为我觉得因为很多部分 大家可能为了各种原因 讲不了嘛 我就不想讲 所以所有事情都容易变成一个文学世界 对不对 连那个不是Facebook 那个教主娶老婆 我们都都有个人来写了几千次 我那天就说 你光明日报 你没有想到 我们这么博大精深的国家 任何问题你都不能等闲适之 首先你想到没有 就是 我觉得中国人对真假之变 中国人的真假观呢 某种程度上是很玄妙的 你发现没有 再有一个你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中国人对这个名 属名权 或者对这个著作版产权 对名字的权利 很有意思啊 你像那天咱们说 很多代笔啊 代扎克伯格 代马云 代这个图幽幽的 你不知道他图什么 你说他是能有钱 还是能有什么 甚至他们让我想到啊 你说中国历史上 多少这个著作 比方说这个 就是假说你以为的孙子写的 很多兵法的著作 老子 以老子的名义写的 写的那个水平之高啊 甚至你比如说有人 学术界有一种意见 比如说连这个 有的佛经 楞严经 说都是人这个造的 就是说不是那个印度 那个佛传过来的 可能佛教界人是不同意啊 但假如是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人他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 哎呦 当他完成了这个著作之后 他凯然的数上了 孙子的名字 自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这是一种 因为以前呢 讲这个文字呢 无一致无处处 嗯 就是用钱人的 所以呢 反过来呢 你的文字要是被人用了 或者传播了 就是一种光荣 不像现在斤斤计较 版权啊 搞废啊 啊 整天说人家剽窃 以前不是这样的 引别人也不算剽窃 拿去就拿去吧 金平梅 到现在作者都找不到 对啊 伟大名著 对不对 而且二次修改 像你说有时候是 自己创造一本书 然后拖别人名字 对 然后我们看到太多的 好的诗啊 经典的诗句 对对 都是不同桥带 把它编 每有人编一次 就改一次 改一两个字 一两个字 其中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嘛 李白嘛 床前明月光嘛 后人改的嘛 就收编的时候 以前是什么呀 床前看月光 你不是床前明月光 好太多了吗 比李白原著还好吗 到现在还有人改呢 床前明月光 地上写两双 所以 可是现在改了 就不会说是李白的 李投花明月 我是过得高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得想中国历史上 多少人人志士 他们真是有一种 耳槽深与鸣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他把他个人的捐低之力啊 融汇到了一个圣贤的 是吧 对对 小我与大我之分 对 所以屠悠悠又何必在意呢 是吧 对 肯定不在意 而且尤其你知道 我特别想这个代表屠悠悠啊 跟你说一下这个伪造版本 薛老师 我认为 他 你想你是研究语文的 今天的这个学语文课本的 这个里面啊 就是你研究假的东西啊 你可以得到很多社会心理的这个观察 文字可能从作者权是假 但是他反映的社会心理是真 他反映我们这种文化 这太有意思了 你知道吗 你看我给你 我给你 用我浪诵的声音来给你来一下啊 说 屠悠悠 哗 上去了 然后 今天 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 我报告的题目是 感谢清蒿 感谢四个人 我只是中国科学家群体中 第一个获奖的女性科学家 我相信未来中国将有许多的 像悠悠 奇悠悠 柴悠 上悠悠 未悠悠 也能获得这一殊荣 这几个姓有没有讲究的 是不是他合作过的人呢 还是说他们随便 柴悠悠是说柴劲吗 有没有范悠悠 听起来像范冰冰的名掌词 继续继续啊 可以这么说 我是一个为清蒿素 或者说是为诺贝尔奖而生的人 1930年12月31日黎明时分 我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市开明节508号的一间小屋 听到我人生第一次悠悠的哭声后 父亲激动的吟诵着诗经的著名诗句 悠悠露名 时也之号 给我命名 也就是从出生那天起 我的命运便跟清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感谢完父亲 我想感谢中国的一位伟人 毛泽东 这位伟大的政治家 思想家 军事家 诗人 他把中医摆在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之手 我还要感谢一个中国科学家 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葛洪先生 他是世界预防医学的先导者 只探生不逢时 如果东晋的时候就有诺贝尔奖的话 我想葛洪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医者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 准确的讲 应该是一群人 一群数以百万的非洲人 正是他们对中医对清蒿素的信任 才换来生命的重生 见证了清蒿素的神奇 我唯一不感谢的就是我自己 因为痴迷清蒿素 我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到科研当中 没有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和责任 最后我要万分感谢的 是一种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草本植物 清蒿 一岁一枯蓉的清蒿 生就生出希望 死就死出价值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 一茬又一茬的清蒿 前赴后继 奉献了自己成就了中国的中医 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 才铺就了我通往诺贝尔的坦途 清蒿悠悠 情感悠悠 生命悠悠 临来瑞典前 我曾经有一个想法 想带85柱清蒿 来到林卡罗林斯卡学院 让他和我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但我怕在机场海关碰上 安检直检的麻烦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还想邀请85名参与过 523项目的科学家来到瑞典 共同发布清蒿素的科研报告 但我怕诺贝尔奖基金会 无法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就算了 尊敬的主席先生 再过几天我就要返回中国 临走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希望您能告诉世界 我屠悠悠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 我不想对于自己已经没有多大价值的诺贝尔奖 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 烦恼和质疑 我喜欢宁静 薅叶一样的宁静 我追求淡薄 薅花一样的淡薄 我想往正直 薅井一样的正直 最后我请求您能满足一个医者小小的心愿 终有一天 我将告别清蒿 告别亲人 如果那一天真的来到 我希望后人把我的骨灰撒在一片清蒿之间 谢谢大家 两个建议 第一 希望这篇讲词的真实作者跟我们联系 要获得一定的荣誉跟经济的获益 而且准备加入高中语文的课文 我们介绍他中国作家协会 我们推荐 第二 央视这两天在中省春晚语言类节目 这绝对开场白啊 对啊 我觉得你这个包括你刚才的浪诵 也赶上驻军的水平 肯定在那天晚上是一个亮点 希望他们及时考虑 上春晚 上春晚 他这香港文化背景的是不是听着虚头八脑的 没有 我一直等 这是没有我们香港人期待的东西 我现在香港人期待什么 我最关注他后来那个药啊 提炼出来的版权费 那个总要注册专利嘛 用成药嘛 他有没有分得到 他应该富裕说 哎维权嘛 维护我们的那个研究多年的专利 我不晓得后来有没有弄出一个药 好像听说没有 那专利是去了美国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悠悠大姐啊 祝贺他这个得到这个诺贝尔奖 你瞧 他们这次中国网友 我发现中国人真是好煽情啊 说旁边一个外国学者 为了让他方便讲话 一直这个跪 跪倒在 对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说就跪在那给他拿着麦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瑞典这么土吗 而且也不对啊 要是他跪下来的话 他不至于这么个高度也不对啊 不是他是坐着的 行吗 徐老师 他是坐着 所以旁边那白头发老头 不是那个那个学者 他是跪着啊 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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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可能行政上面 没有没有预先想到 他会坐着讲 那您是找不到microphone my stand 找不到那个 中国人又哭了 我们多爱感动啊 你看 在说外国学者 真尊敬我们 来看看 你看 哎 这独悠悠在演讲 在演讲当中 他是真有一个演讲啊 我待会再跟你说 这就是当年的一个 中国的这个生药学家 也算是他的老师辈吧 但是当时这个 确实感谢了毛主席啊 中国医药学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 应当努力发掘 加以提高啊 毛泽东 你看 哎 悠悠 这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那个时候 哎呦 这是悠悠 他们家住在一个公寓的 20层楼 这是在北京 他的阳台上 在眺望这个 舞霾 是吧 他想着怎么样 怎么发明那个药 让我来对付武漫 呛呛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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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安娜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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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